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东亚持久和平是三方的共同目标 我们一致认为对话协商是解决半岛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 三方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致力于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半岛问题 上午好 李克强总理同文在寅总统安倍晋三首相 我们也都主张维护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的一体化 维护自由贸易实际上中方人物 有利于维护作战主义 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都共同主张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 早日签署也就是RCEP相互交流的沟通的更好的平台 我们好好好 셋째,韩中日三国是未来的 韩队的美国和韩国的平台 为均立的交流和共同的平台 维护和共同的交流 我们有意识到韩队的平台 三国的共同利益 和共同利益 我 中央 北朝鮮について 我 旅重なる 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は 安倍鉄理違反 地域の安全保障を深刻に 脅かすものである と 述べた上で 北朝鮮の完全な非核化に向けて 米朝プロセスを最大限 後押ししていくことが 重要と述べました そのためにも 関連安保理決議の 確実な 履行そして 米朝プロセスのモメンタムを 維持し続けていくこと これが引き続き 日中間3カ国の 共通の立場であることを 確認しました 議長の会議 取得圓满成功 也期待著安倍水上 一起参与 好 謝謝三位領導人 謝謝大家 記者會到此結束 謝謝